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成了空氣 造成了整個環境 这么重的污染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应该到底要采取 怎么样有效的措施来处理 当然我这样的提是因为前两天 行政院决定要将许州分校签校的决定 也听到原理这边一些在地的家长 他们的反对 我相信对于孩童对于家长 这样子的决定所造成的煎熬 所造成的不方便 大家都可以感同身受 我们也不认为说 这个问题是单纯的 可以透过签一个小学就获得进去 在云林里面其他的小学怎么办呢 在云林里面其他的孩童怎么办呢 这几天所引爆的这个许州分校新指的签不签这个问题 只是一个点 那整个海线是整个县 然后整个云林县是一个面的问题 许州分校是所有国家如果碰到这种紧急的时候 会撤离是第一步的 原因是他本来是不该建学校的地方 我们大人去盖了一个学校 给他去那边念 那现在发现问题了 我们就先把他移开 可是移开不是解决问题 问题是这个工业区里面有一些重大的忽然源 那这个整个工业区以后云林人要怎么去面对 或者整个台湾的人要怎么去面对 是不是有可能立法院继续来关切这里 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加强现在的所有的空气 水废气物的管理办法呢 还是真的要设一个专法 来管制这个区域 那六亲曾经有次大火 那个大火之后 我们政府在经济部也成立一个什么体检小组 那后来说要在六亲里面 经济部要设立一个办公室也好管制 那显然这个都没有落实 那也没什么功效 所以我希望说官亲的立法委员 能够在立法院里面去启动 或是在九月开始的省预算里面 好好的来监督 有什么方式是短期对我们云云云相亲 或是六亲所影响的另外两个临近的县 比如说彰化县跟加利县 都要有一些立即可见的方案 行政措施要我们的行政部门做出来 立法院成无方大 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工作 是我们的承认 但是我要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即使在推 过去的几年一直累积到现在 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力支持的空隙污染防治法 能够竞烧深眉石油教这样子的一个法令 目前所面临到的困难跟障非常非常大 我可以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非常非常大 我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完成立法 那我只能承诺我们会尽力去做 那我们在推这个条例的时候 我也可以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 是我们不希望行政机关用法律没有授权当作借口 在咕嚷大家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应该聚焦在取错 它是整个污染源头很清楚的要怎么改善的问题 但如果说现在聚焦 而且这个还只是 BCM只是自来物的击败重自来物的其中一种 还不包括其他是扩及到至少沿海云林就沿海五乡 那还有包括彰化和嘉义这么多地方 那如果这样来看 就是让这件事持续聚焦 聚焦在取错 其实对于这些既得利益者 还有这些推卸责任的当权者是最有利的 因为它因此就猥亵责任 就说他们纷纷闹闹 他不要嘛他要嘛 对立是他们 整个焦点就模糊了 焦点被矛盾被移转了 模糊了 然后他们从而更有利可以推卸责任 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整个世界一直聚焦在这六十几位学生 还有那个家长 整个纷纷闹闹闹的各种情绪 非理性的讨论上 但是这沿海卖寮 多少人口 四万多 那我们还不夸夸沿海 那大臣多少人口 这还要算 那因此而延误了这个污染的整治 污染的追踪 稽查 劳工的治理 这个污染问题的治理 那会延误多少人的生命继续受害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怎么把这个焦点再拉回来 那第二是里面的劳工 其实当地的家长就是里面的劳工 大部分都是 就我们所知 不管是正直的或外交 很多 那 但劳工 就我知道 像刚刚领导师 林轩老师也补充报告很多 我查了一些资料 他其实BCM还会从皮肤接触 那对于劳工 甚至金虫就会受危害 表示小孩都还没出生 只是在金虫阶段 他小孩就可能有畸形 对妇女来讲 都产生这个积态率都很高 所以劳工其实也曝露在很危险的情况 那我们是认为说 这件事怎么拉回来 应该要努力的去团结 家长跟劳工 怎么针对这个污染源头 去做治理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至少 至少就这个治理层面 现在就是空性外游防治法 43条 独性化学物质管理法 14条 那职业安全卫生法 36条 还有多其他的法 都赋予了现在执政者 非常充分的权力入查 去机查 带着环境机查大队 还有劳动部的劳动机查 就是职业安全卫生 劳检单位的一个审议 以公正的当地居民 还有学者参与的审议方式 是怎么样进去入查 不断地地坦式 或者是怎么样不定词的 无预期的机查方式 找到问题热力提供吗 我们会尽 尽全力 我会再顾虚更紧一点 特别是机查的部分 因为我们上次最后一次 在休议以前 直询这件事情 我那边的记录是 大概是七月初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我在立法院所得到的回应 是李议员署长跟我说 七月中他们就会来运林 那跟这边的家长 跟这边的团体 然后大家一起来商量 看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 那我可能再进一步去了解一下 就是七月中他们下来 是不是真的有来 安然的大概做了什么样子的过程 那我这里有几个具体的建议 想建议我们委员可以来双方的 第一个就是刚才 这个林春强教授有讲的 那个自主管理的问题 因为这有点意义通福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把环境监测 把它变成商品化了 本来是政府的责任 可是因为有很多环境监测的公司 所以这间大厂他要自主管理 他就聘这些环境公司来测 那他来测绝对是正常的 因为你把我测不正常 我就把你换掉 换其他来 你就没有正义了 政府机查都事先通知 这个就像我们医院凭借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凭借 然后来就准备好好的给他查 那我可以事先把产量缩减 减少产能 或者是有什么管道 就让他完全可以测到 所有的样子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 机查是可以无预计的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费楼那种 准备好你怎么查都是正常 那自己监测什么监测都正常 所以永远不会发现问题 那这是可以在法律上 可以来思考什么改善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 当发现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在国外可以很高额 巨额的罚盘 在台湾不行 在之前六星 一年里面吃火吃几次 后来现政府行政罚 两次30万 台数上诉就上诉成功 只能罚一次 同级罪不能港罚 台帝30万 跟美国在德州厂爆炸 被罚了一千多万美金 那其中一千万盒解金 是要求他要来改参设备的 越南罚了这么多 很多地方都被罚了这么多 为什么台湾就罚30万台币 表示我们的法律是有问题 那第三点就是 最后一点就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这些企业为什么在台湾 可以赚这么多钱 就是因为我们的 把他的成本能外部罚了 其实现在很多专家 他经济专家可以算出来 他这些成本 这些健康风险 造成了疾病 造成了他的 我们的健保支出 我们的民众生病 不能去上班的经济损失 小孩生病不能上学 家长要在医院赔他的经济损失 这些都可以算出来的 我们可以要求 这样算出来之后 把他成本内部罚回去 这样才有动机去做产业的升级 当然相关的法令要推动 修法我们的确是持续在做 但是我必须要 很老实地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在台湾要推动法令 而且这些法令 是加深大财团责任的法令 都不容易 但是我们还是会不断地逼 还是会不断地逼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上一次在 空气污染防治法的时候 我们要直接拉到禁服恶毒 我就不要先经过委员会 那理由是就排不上去 就排不上去 那我禁服恶毒的时候 我做这件事情 我可以逼他们表态 我们一定要 就是我们会想很多的方法去逼 那但是这个事情真的不是 只有少数型人做可以做得出来 那个要有相当大的社会压力跟氛围 才有可能 让他排上政治上的议程 而且最后会过 就如同我刚刚跟大家很坦白的说明 实在力量还是一个新的政党 很小 我们资源也有限 那但是 呃 这件事情我们既然开始管了 就不可能半途收手 这不是我们做事的风格 我们如果不懂的事情就不介入 我们一旦介入就会做到底 所以我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那当然还是要请各位朋友帮忙 因为我们在这边真的不是那么熟 有很多情况 可能到时候在地的先进 都给我们一个意见 但是我可以今天跟大家讲说 实在力量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在云林这边成立一个办公室 就在这边祝点 他一直跟大家一起奋斗